當時的 turn over 出現 就是他內線那一時的選擇不足 現在擺放卡幫奴奈爾 變成奧尼爾在內線取得了球 對方的隔擊沒有那麼容易 奧尼爾想取得球的位置 然後迫奧尼爾的位置 或盤出一點點 就算角度到奧尼爾的手 他要轉身 哥哥在這個系列賽 還有特朗歐 和鄧老師在兩人 可以說是芝加哥贏 地球先按給奧尼爾 暫時都是1 on one 現在看到杜漢馬尼欺防 猜猜出給J.Will 填得不錯,麥普斯射過三分球 亨利哲,借奧尼爾做單擋 果然他的手感冷卻了 J.Will趁機會很快地推球 但回場也挺快 但內線只剩下一個人頂著奧尼爾 在球動方面做得不夠好 猜猜出一點,沒錯 這些就是他們要打球 努茲安尼的駁腳被人困到 競聯式的走籃 失誤的結束 因為盧茲安尼這球交球不夠決斷 他拿球之前那幾下 他們交球的決斷很快 一拿球馬上交球 但是年輕化 其實我都覺得 都算是一個敗筆 其實他們簽回比對 我都覺得挺意外的 明顯去年 賣員賣之間 浩斯再下內線給Onew 大死一個球 浩斯要射了 最多時間 免體可能會失高些 但是我覺得有得打